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台中市的创新 它并不见得是存在于 只是技术层面的创新 也许是行销的创新 也许是市场的创新 甚至是服务的创新 对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台中有很多的产业 它在经营模式 经营模式或者是服务的模式上面 它其实是优于其他城市 甚至是其他国家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那不晓得说局长在这部分 可不可以多做一些说明 是 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这个春水堂 他的这个人家讲的这个珍珠奶茶 现在行销全世界 我这一次从这个纽西兰休假回来 在这个机场上就碰到 机场里面就碰到很多的外国人 外国人就说他们最喜欢 喝的就是那个 我们的珍珠奶茶 我说你们连那个纽西兰的这个 基督城都还有珍珠奶茶 你可以看到 珍珠奶茶从台中开始 其实不只是这样 我刚刚说的 你看我们在这个台中 每次问到我们旁边的水利局长 你是台中长大的 你每次想到台中你就想到什么 他说蜜豆冰 想到一心豆干 想到我们的这个雪花災 想到我们的绿豆碰 我们其实很多的东西 那如果我们再想到我们的这个 种的那个香菇 我们有个菇香 我不知道您知道 在菇香在哪里 我们菇香在新社 是 我们有一个叫麦香 麦是什么 小麦 小麦的那个家乡 在哪里呢 在大亚 所以我们住在台中的 好多好朋友 他都不知道 我们台中有这么多可贵的东西 那把在地的食材 去做结合 把我们的创意放进去 我相信我们有很多的东西 都可以行销到 很多的这个 我们原来预期不到的地方去 是 那其实一业结盟 其实对于 不同的产业去截取对方的特色 优点 然后再加以发挥 其实它可以 不见得是所谓的加成的效果 有的时候是所谓的加成的效果 可以发挥到更好的创意 那我们可以 刚刚局长这边有提到 就是说 珍珠奶茶的例子 然后这些 所谓的茶香 或者是 菇香 麦香 这种之类 那其实对于 对于 加上 创意的部分 其实它都可以成为一种 很好的这种行销的模式 的确我们台湾的经济发展 可能就是不能局限在岛内 其实我们面对的市场 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市场 那不仅是我们的市场是全球化 其实我们的 所谓的人才也应该是全球化 不仅是我们的人才要 面临的是全球市场 其实我们 我们的企业 也应该要有那种胸襟去吸纳 这个国际化的这些人才 市政府在 这个部分里面 他们大概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来辅导我们的 辅导我们的厂商 或者是我们的业者 是我们平常对这个业者 因为我觉得他们以前 蛮多是传统产业的 所以我们都找了专业的 这个学者专家进来 对他们包括这个 产品的辅导 包装设计的辅导 行销的辅导 品牌的辅导 我们都做这些 可是我们也很期望 就是说 我们要让大家知道 其实创新 不单单只有产品的创新 它也有服务的创新 也有行销方式的创新 那我们也很希望将来的这个 创意竞赛 发明竞赛 能够它的竞赛 不单单是那种产品的创新 技术的创新 将来说不定有一种什么 服务模式的创新 其实我们在这个报纸上 我们上下在国外 我们就看到 Walmart把Kmart打败了 对不对 我记得我以前在美国 读书的时候 是Kmart的天下 为什么变Walmart天下 因为Walmart它注意到了 有很多的小镇 他们需要便宜的物品 台湾现在也有一个产业 也是这样 我们全联社 我看这一次的天下杂志 对那个全联社你看 全联社只赚2%的策略 它就现在变成 我们台湾的什么 超市一哥 所以有时候 伯利不见得 就一定不会赚钱 伯利如果它的量大 它还是会赚钱的 所以我们甚至于 我们将来的竞赛 如果能够也把 它的这个创新的服务模式 也纳入一种竞赛 那就不一样了 我相信在大家 如果有教创意 这管理的课程的人都知道 所以创意有一个年轻人 曾经啊 他把他的构想 写出来给他老师 老师说 点证好 可是不可能实现 所以这学生 并没有听他们老师的话 他自己呢 就把这个创意拿出去 就没有想到 他就是现在我们在世界上的 类似的Federal Express 联邦快递 那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很多年轻人 他有非常多的好的想法 可是呢 你不要 不相信他会实现 因为他活在 另外一个新的世代 那我们可能会用 现在的世代去批评他 所以我们希望说 将来的创意竞赛 也可以也把这种服务模式 也可以纳入来评价 那说不定我们会发现 我们会发现台中市 又创造了很多 不一样的创新经济 OK 那提到最后 局长对于我们这次 亚洲大学来承办这一次的 这个台中杯创意大赛 有没有任何的期许 或者是希望我们 对我们的 对我们目前所执行的部分 有任何的 觉得不满意的地方吗 其实亚洲大学 我是非常钦佩亚洲大学 因为亚洲大学创校十多年而已 那我也有一些 彰化师大的好朋友 他的这个 彰化师大办的退休 就到亚洲大学去 我发现亚洲大学 在办很多的东西 他的冲劲特别够 而且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 原先做这个U19的全国 青年人的这个竞赛 创新竞赛 弄到我们现在台中市 也来请他帮忙 而且第一年半就能够 把我们达成超过目标 我们当然希望明年的目标 这KPI值能够更高一点 那我刚刚又特别提到 不是只有这个产品的技术竞赛 如果能够有服务模式 或者行销的这个创新的元素加进去 我相信 明年亚洲大学 再帮台中市办第二届的时候 会是全国瞩目的一个创新竞赛 因为你已经加入 大家只重视的技术竞赛 这一块或者产品竞赛这一块 我相信我们这个一定会是 唯一的一个 甚至于将来大家学习的一个 创意竞赛 谢谢区长 谢谢区长 那我们非常高兴今天王局长 能够抽空来到我们这个节目 我们也非常的高兴 局长能够对于我们这次的活动 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跟说明 也说明了 金发局在辅导跟 协助我们厂商里面所做的一些 推动的一些计划跟 目前的一些成效 那非常谢谢大家收看我们台中大未来的节目 那也谢谢王局长今天能够来我们节目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张主任 谢谢大家的收看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